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有时候啊 讲半天道理 还不是创造一个词 创造一个词吧 大家就记忆特别深刻 20大之前 吴强博士说 我们现在进入了垃圾世界 他真的进入了垃圾世界 所以几个星期不经也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那么现在垃圾世界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20大 对于吴强博士来讲 都在北京毕竟比我们相比离党这样更近 应该是看得更清楚 所以大家一直在期待 每个星期都说吴强博士 吴强博士 吴强博士 哎呦 我倒烦了 你们这个 所以吴强博士回来了 看看你们是怎么支持 怎么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日子的期待 我都有一点诚慌诚恳的感觉 那么看到吴强博士好像剪了头发还是怎么样 反正有一点年轻的感觉 好像垃圾世界有时候对人生来讲还是需要的 是不是 对 我也不知道这个过去一个月 您以及海外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怎么来看待过去一个月 过去大半个月所发生的这一切 那么确实是垃圾时间和垃圾时代的一个到来 那么垃圾时间 垃圾时代这个含义就是 我们这些人都无关紧要 甚至包括大家在关心的一些 二线人物的命运 比如说团派以及整个元老派 都被集体的羞辱 被集体羞辱似的退出了政治舞台 那么这种都是垃圾时间 甚至在过去半年我们看到垃圾时间的一种 一种最后的一种一种闪现 一种展现 过去半年我们也看到很多一种 漂亮的三分球 各种花丽的花丽胡哨的一些表演 那确实都是垃圾时间 垃圾时代 那么这种历史的进程 现实的历史的进程 现实的进程应该怎么讲 要比很多人预想的要激进的多 相当的激进 所以过去的几周三周 应该说可以用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惊心动魄的三周 一个月都可以这么说 惊心动魄的三周 我个人来讲也是惊心动魄的 所有在北京的 我相信甚至在中国国内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很多的问题 也真是惊心动魄的 惊心动魄这个词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对吧 都是上一次用这净心动魄这个词 那是33年前 我们当时在学校里 接到了小册子 净心动魄的56天 我不知道你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净心动魄的56天 作为学习 有人把写的一本书了 就以这个名字 对对对对 那么都不叫书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汇编 那么过去的三周 也是净心动魄的 那净心动魄的 那实际上是表明这种现实的激进 是要比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预期 要大大的突破 这叫激进 那对我个人来讲 可能正好是相反的 我的理论 就是早就在过去10年 过去15年 这个早就预见了现在这样一种激进的一种变化 我将它称之为一种晚期威权主义 晚期威权主义就无限的逼近一种极权主义 无限的逼近一种极权主义 是一种各种形态的威权主义的发展 那么推动中国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变化 那这个变化 这种理论上的这种预见 理论上的这种预测 虽然是很激进 但是要现实的到来 仍然是让人是觉得 这种现实 以我的理论这种逼近程度 太逼近了 这种逼近程度反而让我自己 也是感觉跟所有人一样感同身受的这样一种 处在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冲击当中 心理上的冲击当中 所以叫做惊心动魄 那这种心理上的冲击 当然对很多中国人来讲 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讲 对中国的党内的改革派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 那么当然是一种失落 一种绝望 一种夹边沟 古拉格 一种这种心理 我们刚说的实际上是理论和现实之间的 一种巨大的反差 他们对未来预期 远远没想到现实发展会这么快 他们的整个人生 可能都被颠覆了 那么可能整整 不是一代人 几代人的对中国 对世界 对未来时间的看法 他们一辈子的这种历生的这样子的价值观 就是在过去三周可能都被颠覆了 那么这才是我们所说的惊心动魄 而且很多人可能经历了两次的颠覆 甚至经历了三次的颠覆 就在过去的几十年 他们一生当中经历了两三次 甚至三四次的这样的颠覆 所以在过去三周 我确实在北京能感受到一些老人老同志 这样一种 这种心如死灰的一种感受 心如死灰的一种感受 不是面如死灰 面如死灰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在在那一幕我们都看到了 那么很多人实际上在在北京 我们我们是确实感受到很多人心如死灰 那么我们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观察者 建制的见证者 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的这个未来本来是抱着太高的预期 但即便如此很多不抱太高预期的现实主义者 也都在这样一种激进的 一种狂飙突进的一种一种政治进程面前 感觉到心如死灰 感觉到政治上的绝望 那这种绝望感 我相信是我要向诸位观众朋友们 向和平 向大家所汇报的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 我个人也在刚才也在想 是否未来还能够每周再做一期呢 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我们这节目是要做适当调整 我们这节目本身是不是做下去还有意义 我其实都在过去三周都在不断的在思考这个问题 现在我也跟和平商量 那么要不然我们的节目 要不然就歇一歇 歇到明年春天 这个过度政权的过度完成 然后再重新开始做 还是说我们未来减量 我们不谈增量民主了 过去20年代 大家所谈的增量民主 我们谈一个减量的一个东西 那么每月做一次节目 当然每次做节目时间略微拉长一点 似乎也是一个办法 当然节目形式上肯定要有所创新 我们要这个守正创新 也许也是我们的节目 我们在北京也应该与时俱进的一种方式 就要守正 守正就是要减量 但是要创新 就不能一个小时 我们在这里白虎 那是不是要比如说做成两到三个小时的节目 但是节目形式上 丰富一点 活泼一点 这样子用一个月做一次的方式 来把中国未来越来越死气层层的 可以预见的死气层层 一种不列列夫时代的 僵硬时代的这种政治 我们用比较少的 用低频的方式 用频率比较低的方式 但是又用比较透彻的方式 来做一些观察回顾讨论 这似乎可能是我们未来也要跟二十大报告 同步的一种守正创新 也许我们节目形式要做这样一些调整 好 我们先做开场白 不好意思 太长 好的 谢谢吴翔博士 节目的形式 我们在讨论 再向您请教 确实有一些观众 希望你能够谈得长一点 比如说周六八点 更自由 甚至还有一些网友来参与讨论 我们看看形式怎么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在现在这样一种 一种 现在大家动荡很不安的情况之下 希望听到一位政治学者的 一些冷静的思考 那么最近 最近几天 就是中国的对外罚人都有一个的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 你们怎么不去看二十大报告 那么甚至包括 这个中国的这个新的新的这个叫什么 我不知道是叫外长还是叫未来当卫士办主任 还是当副总理这个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谈话的时候 那时候说你们好好学习二十大报告 那我们看了以后都很吃惊的啊 很吃惊的 当然方向海先生讲一讲还可以 你们投资者确实应该看二十大报告 我认识的很多投资者 那确实很仔细在看哪个行业哪个领域 二十大报告是怎么说的 这是一个投资者确定的东西 但是你说面对外国的一个政客 那么面对一个西方的世界 你要大家去学二十大报告 就像早一些年 这个习近平还是副主席的时候 他去这个法兰开夫 到法兰开夫 这个应该无相不是很熟悉 法兰开夫书长 那我也拿到一张票 比如说你来参加这个 我也想想 哎呀算了 就是这个习主席去习副主席 送书 送给这个梅凯尔一本书 是江泽民的 什么书文章选编 那么后来的国际书长上 每一则都可以看到 这个中共领导人 主要是习近平各种各样思想的被编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书 到底是谁在看 因为第一印象都是那么一种逮板 谁竟然是那么逮板 完全像这个 很成就的教权式的这个剧作 另外就是真的是没看的人 没看到什么人看 人家就很难去了解一个中国去了解你 什么外交思想 军事思想 什么什么这个思想 那个思想 但是实际上一些基本的政策 反而没有解释清楚 反而没有搞清楚 你到底为什么要挫暴去打击教派行业 你到底为什么要把另外一个公司 突然之间要把它灭掉 这些东西反而不清楚 非常的抽象 我现在就是请教吴城博士就是说 有一些的政策他为什么反而不解释 反而搞一些这种抽象的东西出来 让大家没办法理解和你这个这个理费的东西 这个20大到底20大的报告 我不知道您学了没有 您看了没有 到底是您传递了一个外交必须看到的一些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我当然不认为大家读这些报告人 读是什么 就是所以然 这个中国式的这种八股文 党八股 比如说在新任的中宣部长李苏蕾 多少年前就在批评 这种是党八股 党八股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是人生让党的这个语言越来越僵硬 越来越 他的思想 他的历史形态确实都是越来越内卷化 内卷化 这是这个李苏蕾 曾经的算是一个半自由派的一个文档 现在中宣部长 那么多少年前曾经对党的报告 批评 那么这次报告的主要起草人 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也不认为这种报告文本本身就能够 就有 大家就能够足够的读出来 还更多的是 它的形式要大于它的内容 形式要大于它的内容 我觉得内容又 它的实质又更重要 又遮掩了很多 包括二十大上我们知道两个文文本 一个是报告 那是党章 那么党章的修改 当然没有我们以前预期的激进 那么激进 那么把报告的更多东西反映出来 只是把报告的部分东西反映出来 那么从党章的修改来讲又是更有限的 没有触及 但是这种没有触及 多少 但是加进比如说两个确保 在党员那一章里加进两个确保 以及整个段落一个大量的一个段落一段落的增加 那么已经保留了党章很多原来旧的马克思主义的 工人阶级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看到 中共的这些报告以及党章这种对文本的偏执 对文本的这种文件 文本的偏执 本身其实形式主义大于它的政策导向的 换句话说在中国 在中国在政治学里头我们知道 比如说美国政治 我们通常知道一个传统 Lewis六十年代 我记得六四年有一篇论文在谈 政策就是政治 政策就是政治 美国的所有的两党政治 所有的我们谈什么政治 利益集团政治或者是协商政治等等 最后都是要变成一个政策出来的 变成很具体的政策出来的 政策就是政治 那政策就是牛肉 它一定是涉及到不同利益集团 或者特定利益集团 或者特定的群体的利益的一些调整 一些变化 涉及到特定的产业 人群阶级等等等等 那么政策所有的政治动员 无论是政党还是利益集团 还是NGO公民社会 都是围绕政策来进行 通过立法还是通过法院 我们说的宪法法院 还是通过媒体 通过 实际上都最后是围绕了把政策 作为一个出口 但中国不是这样 中国不是这样 中国跟我们通常理解的 西方的民主世界的这样一种 一种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的 或者政治运行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是相悖的 那么中国政策并不是政治 在我看前并不是这样 而且他在我们看 比如说二十大很明确的在讲 这个要清除党内的特定的利益集团的 代理人代言人 他不希望说党内的一些官员 党内一些政治力量 一些派系 假设还有派系的话 打引号 成为能够影响政策的 这种游戏规则里面的 游戏圈里面的人物 力量 影响者 或者说stateholder 他们并不希望 那么政策并不是一个出口 政策并不是出口 政策作为出口的话 我们就看到 我们如果把政治当作为出口的话 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政治 尤其是无法理解 从过去十年到未来 十年或更长时间 由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转型的一种 政治里面 到底什么是出口 到底什么才是重心 那这个重心是什么呢 我们越来越看到 比如说从常委的变化 常委的变化 新旧常委的更迭 以及我们过去 我们围绕着很多的政治的传言 个人的一些政治的预测 主张 其他版本的预测 主张 我们各自来去对照 我们都能够 就大致的 能够发现 那么中国政治 现在是变成一种 它是一种退缩型的政治 这种退缩型的政治 它非常像 17世纪 30年战争期间的一种 一种政治 那种政治实际上是相当原始的一种政治 就是贵族们 贵族们打引号 我们指的是元老 指的是一些旧的派系 甚至包括红二代 都躺倒了 都被打倒了 都被排出圈外了 那么剩下的是 全部都是一堆宠臣 宠臣 换句话说 和平 我也看到 您最近一个月 最近两个月 都在谈 您有一个很著名的 一个预测 叫做 贵家贞宠 赢家冲吃 对对对 赢家冲吃 这个百家真宠 我其实不太同意这个看法 从宠这个角度来讲 我非常同意 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刚刚所谈的宠 宠臣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确实是一个宠臣 集体上位 清一色的宠臣 甚至 宠臣 政治 但是 真宠实际上是过去十年 过去十年 二十大一旦确立了一个 全部是由宠臣 代替了所有的贵族 所有的官僚之后 当然政治局里面 还有技术官僚 还有技术官僚 有新的 没有背景的 完全效忠的技术官僚 但是他跟常委的体系不一样 这是一个 插序结构 这是一个插序结构 政治局常委本身 才是最有 我们才要谈的 最有代表性 那么在第三等级 不知道第三等级 这插序的第三级 那当然是指的是中委 那么包括后部在内 那么这三百人 那么这个中国政治精英集团 其实它的结构 是每一级 都是不同的政治含义 它是不同的 很大的差别 那么我们谈的是常委层面 实际上是由 领袖和宠臣所构成 那么这种宠臣的构成 一旦形成 那意味着所有的 旧的贵族政治 旧的派系政治 旧的这些东西都消灭了 那么实际上是指的是 真宠时代结束了 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 而不是未来的真宠 未来没有意义 没有必要再真宠了 未来实际上是所有这些宠臣 所有这些宠臣 六个宠臣 六个宠臣 以及第二梯队里面的若干的宠臣 第二个第二梯队里头的 我们指的是政治局里头的 那么他们在每个人都在形成新的派系 每个人都在未来要形成新的派系 因为他们在此前的真宠 意味着他们互相实际上是没有横向联系的 我们外界我们很容易的轻易的把他们标为 之江系 闽江系 上海帮 或者是什么什么 或者是军工 兵工系 等等等等 那这是我们外界的标签 其实对他们每个人来讲 他们横向是不敢发生任何关系的 我不认为蔡奇和黄昆明之间有什么 利益的同盟 之前的利益同盟 我们说过去十年 十年前的利益同盟 比如说自由派 和领袖之间的利益同盟 就齐山同志 比如说和领袖的同盟 在过去十年 其实逐渐的坍塌 团派 元老和领袖的同盟 在过去十年 一度存在 维持了十年 维持十年的一种 共治的关系 但是在现在 已经到了终结 那么在未来 这就意味着 所有的宠城 其实他们个人在未来 都要在为 这个宠城的政治时代 其实在进入到一个新的 一个政治时代 新征程 新征程里面 每个宠城 其实都 要为自己的生存 而挣扎 征程 当然某种地方 是没有错的 他们无时不刻的 都要征征程 但这个征程 我觉得 就像对最近 我看华尔街日报 又在本篇文章 在谈 比如说以强为力 在谈 他是否是个两面人 一方面有务实的一面 另一方面 孝顺的一面 他未来如何来平衡 在我看起来 这是个伪命题 在我看起来未来所有的宠臣 其实他们不存在一个真宠 所有的人都是要与最高领袖保持一致性 无论他们之前是什么出身 不管他们之前是什么政治立场 不管他们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那么在二十大之后 其实我们从十七世纪以来 我们观察这种宠臣政治 绝对主义的时代 绝对主义政治的发展 这是绝对主义政治 我们知道绝对主义政治的代表 就是我们知道著名的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有一句名言 Leta Seymour 那么中国现在其实很类似 他的宠臣政治 他的要求当然就是所有的贵族 当然还是要有贵族当时 所有的贵族他的宠臣 都是要围绕他转 而且都是要从地方这种分地 到他的凡尔赛 每天他要在他的目光的范围内看着 伺候他 围绕他 那么这是一种控制方式 这是实现一种高度的一种一致性 这是典型的一个绝对主义的 当然是封建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 所发生的一个绝对主义的一个政治 那这才是我们谈的统成政治 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如何结合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可能性 一种图景 这图景是要向历史去寻找的 而不是向未来大家去想象的 这种想象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在过去历史图景当中 就很容易的来找到 就是路易斯市的这个Litter CMO 那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 那么他会让促使每个人 每个统成 比如说从王沪宁到 到到到到这个那个厂委任何人 以及第二梯队的李苏磊黄坤明等等 他们最后都会发展自己的派系 微型派系 小型派系 为什么呢 为这个接班做准备 那这个接班并不是授权的接班 并不是立储性的接班 这个接班不是这种意义上 通常的这个基于血缘的 基于指定的这种接班 我觉得大家要破除这样一种 一种一种想法 因为现在红二代整个都被排出 元老院 红二代都被排出这个政治局了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很清醒的一种结果 所以所有上位的都是宠臣 都是出身比较低微 比较低微的人 这低微指的是跟我们过去看到的团派 跟过去看到的技术官僚 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这些技术很强的 高等教育的这个高考分数比较高的 精英大学毕业的等等等等这些体制类的这种这种专业官僚相比 他们叫出身低微 那么 那么这些人 这些出身相对较低微的 当然也包括一些 在第二梯队里头的专业背景比较强的这些人 混合在里头 我们现在主要谈第一梯队的这帮人 那么他们 在这么的情形之下 既要保持一致性 那么又要为未来的接班做准备 这个接班是指的是一旦出现某一种需要接班的情形的接班 而不是说他们被指定来接班 这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极权主义政治一旦形成 其实就进入到了后极权主义时代 因为所有的党的一种正常的领导的更替 被打断了 被打乱了 被破坏了 那么 共和的秩序 那么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微妙的一种玄制的状态当中 那么这才是所有人 就像斯大林的战友们 就像斯大林身边的那些战友们 马林科夫啊 赫尔卢晓夫啊 这个这个这个等等等等 他们他们所面临的这种接班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现在那对他们来讲 他每个人经常面临这种 所有人都可能是接班的人 所有人又可能又被未来 又面临着从宠城到一夜之间就不被信任 就被清洗掉 被斗争掉 那这种残酷性 我觉得可能就会让我们重新回到1945年到1953年苏联的一种政治的动荡 当中 那么这才是这些所有这些人 他们会保持高度一致性 而不是说过去李强可能对外资对市场是很宽容 那未来还会这样 我觉得这个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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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他他所有这些人都是在胆战心惊 的一种一种保持高度一致性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 要确保自己不会人头落地 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的中国政治 他没有什么争宠 而是保持一致性 那么这才是我们所说的惊心动魄的三周过后 就是对上位的美人来讲 那么他们才是每天都要生活在未来的 没有没有deadline的一个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开始 那么这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个新征程 好 我正式前面说到这里 好的 谢谢 二十大我们未来还是一个即时性的话题 因为现在二十大很多事情还没有落地 没有落地 一个是二十大的政治报告 未来在所谓的学习或者螺丝过程中间 大家看看螺丝的政策上有什么调整 另外一个是 人事到了今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这个 成庆 北京市 天津市 好像还没有螺丝下来 甚至国务院的框架 还是不是很清晰 这些问题我下个星期再向吴昌博士请教 然后我第二个问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我我今天我刚才忘了 就因为刚谈到这个 这个政策 谈到这意识形态 谈到这个文本 就我忘记做出一个结论了 那我的结论就是实际上是 这种情形之下 这种政治一致性 保持忠诚 保持效忠 是第一位的 那么意识形态也好 就文本也好 意识形态也好 政策也好 其实都是变得 飘忽不定 都变得飘忽不定 而且 我们对照报告 对照党章 其实我们不包括对照这个时代 对照时代 而且从理论上来看的话 有很大的虚无主义的东西 很大虚无主义东西 而且虚无主义不仅是历史虚无主义 有很多的 也包括现实虚无主义 以及 各个方面的很多的虚无主义 那这种虚无主义让我们实际上是 这种虚无主义的结构 本身让我们实际上是无法从文本 都是任何有效的判断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 就换句话说这个文本是不可靠的 文本是不可靠的 文本本身是一种 有一种理论上的 一种虚无主义的一种 一种结构在里头 它甚至是反结构的 反结构的 我们读这个东西 我很耐心的在读这个报告 它其实是反结构的很多的东西 那么让别人去读 我觉得不会读出什么东西出来 一定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有人说读了这个东西就有信心 这完全是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 也许就像常识一样 也许它会对 也许它会错 但是如果从文本本身要得出一个 确定性 我觉得一定是虚无的东西 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 然后在这基础上的政策 包括地方官员 我们今天要谈的 地方官员如果 他们不掌握中国未来政治 也就是当我们指的是现实政治 是这种效忠 是唯一的一个政治 不在于其他 这种情形之下 他们要根据文本来做出判断 来行事的话 我觉得一定也是会出现很多的混乱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政治话题 不好意思 我打断了 我刚刚忘了 没关系 节目其实就是希望有一点打断 这样的话把某一些 呈密签名呈现出来 我是听因为现在我们的节目下端 就是刘宁区都有 吴强博士的公证号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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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大家可以去看吴强博士的公证号 那么公证号已经封了 已经封掉了 已经被封掉了 对要分一个月 从就是从那个从这个大会开始 分一个月 分一个月你都知道是吧 他会通知你 是是是有通知啊 对 OK 所以是不是快到期了 11月中 要到11月下旬 11月下旬 OK 11月下旬的话 大家再去看这个吴强博士的公证号 希望那个时候能够恢复了 那么其实我对封不封 我一直都没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封了也好 就到海外直接发您吧 更加正常一点 因为我也不看中国的公证号 也没有以前很早的时候 因为一下子微信 后来我非常厌恶 这种被封撒 虽然我没有谈什么政治 也没有被封撒 但是我非常厌恶这种感觉 在海外自由观了 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的深浅 那么这个我讲到公证号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朋友 看了你的公证号 说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谈过 因为我没有看 没有何时 就是谈到这个台湾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事件 也是我在海外 也包括很多朋友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虽然中国的政治 现在是这个样子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有这么多的悲观 但是很多人 还是最担心的事情 是发生战争 发生战争 那么美国这方面的说法 很多 那么华人群体里面 对这个事情争议性很大 但是我是本人 我是非常非常的担忧 就是发生了发生这个战争 不知道您的那篇公证号的文章里面 有没有讲一个时间 或者是方法 是和平的统一 还是这个事情 还是一个政治性的说辞 还是说真的有了一点实践性 我还真不记得 我的公证号有谈台湾的问题 好像不会谈这个 但也许我会在其他的媒体 可能会谈论过台湾的问题 包括我们在明镜节目 也谈论过台湾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是不是有一些 因为引用或者怎么样 有一些这样子的感觉 真不是我的公众化在谈的问题 当然我对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我介入政治学的一个 路门 实际上是从台湾问题开始介入到 政治学研究当中的 到现在已经真的也 快30年了 然后很长时间也没有跟踪台湾 但是因为过去10年 中国政治的变化 台湾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现实 比如说2014年的太阳化运动 重新又回到了中国公众话语当中 其实也是改变了 根本的改变了两岸 台湾海峡两岸的一个基调 太阳化运动 这是因为我做社会运动研究一开始 那么太阳化运动 当然是我自然要谈的东西 那么就比当时太阳化运动爆发 国内的很多自由派学者 无法理解太阳化运动 我现在我真的是 我觉得我应该像何平林一样的 很气愤的来骂一骂 有一些国内的这些人 不管他们自由派还是非自由派 我记得何平林好像曾经在节目当中 您好像好几次这个深色俱厉的来这个 谴责过一些国内的改革派 一些自由派对一些问题的一些根本的看法 我一直没有机会这样深色俱厉的来谴责 但实际上我不是批评改革派也不是批评 没有没有我第一次其实就是 现在我批评有些人在事实完全无视 其实价值观在我来讲组合右 其实你是研究政治学的都很清楚 其实组合右的是政治上正常的光谱 而是说如果对事实没有基本上的认定 那么对民主制度 尤其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没有基本的信心 然后对美国的民主有这么多的攻击 我是很吃惊 我是很吃惊 那么你基本的事实都不认可了 那你还追求民主干什么呢 我们在美国 我们当然知道美国民主有很多问题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事实 你得认可它呀 我主要是在就是美国民主 行举固定中间 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颠覆 这个民主制度没有环境被拆毁 但是有的人就认为 美国民主制度已经完蛋了 已经怎么样了 我是在这个事情生气 跟改革的情况没关系 很好 我其实我强调台湾问题 台湾太阳化运动也是要强调的 这种太阳化运动 它作为一个社会事实 和它的这种改变 在当时在现在在过去八年 中国大陆的主流的知识分子都认识不到 当然也认识不到它 它这个事情对未来的 我们现在正在关心的两岸的战争 与和平的问题 它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所以我们要谈到一切的改变 就是就从2014年的太阳化运动开始 那么我们也知道 那么马英九因为这个东西下台 蔡英文上台 然后蔡英文到现在都被树为 立为台独运动 台独政治的 叫做台独的代表 其实确实这么讲 有点过于强迫症了 过于强迫症了 但是这运动的发生 我们知道是跟香港的战中 跟这些都是有直接的关联 那么这种关联性 也跟中国大陆当时在进行 对公民社会的镇压 也是有直接的关联 那么跟直接关联 就关联到2011年茉莉花革命 那么中国政治 其实就是从2012年之后 虽然他们可以更早就知道 2004年乌克兰的橘色革命 橘色革命开始 实际上是从2011年之后 才重新的再次的 把原来对橘色革命的认识 从党内的保守派的认识 扩展到全党的认识 然后扩展到从胡到习 这种两个政权之间的一种共识 扩展到过去十年的体制的 中国政治的巨大的变化 那这是2011年 以及2012年2月18号 19号习 对不起习 胡和周永康 以及6月份周本顺 三个人 他们先后的演讲 在2月18号 19号 省部局干部研讨班上 于6月份的这种 类似的这种讨论 讨论班上面的演讲 就是把公民社会 作为可能颠覆性的敌人 把颜色革命作为中国 可能会导向苏联崩溃的一个威胁 那么所以在这之后 我们看到一切的变化 那么台湾 当台湾发生太阳化革命之后 那么台湾 它所具有的 对大陆来讲 它具有的意义 也是根本改变了 然后就不仅 不是说可以两岸 通过现在德国总理要来 明天要来北京访问 他所相信的 通过商业贸易促进改变 北京原来是相信 通过商业贸易 能够促进台湾融合 都发生了改变 都发生了改变 休战时他也面临着一种改变 那么中国对台湾的 大陆对台湾的 这种通过经济贸易 两岸交流来促进改变的看法 也在2014年之后 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那么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 那么我们在谈未来 我们在谈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的时候 那么他就把台湾实际上是 就不仅是视为 所谓两岸统一的一个目标 就统一有加速性 而且是因为台湾的存在本身 就跟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存在本身一样 其实他对大陆政权 对中共的存在本身 实际上是具有了这样一种 颜色革命的一种 一种示范性 扩散性 颠覆性 其实对北京来讲 他过去十年 从2011年以来的过去十一年 其实他所担心的最 最担心的三大威胁 就是这所谓的 颜色革命 分裂主义 恐怖主义 那么分裂主义 恐怖主义都可以在边疆地区 通过 这个911以来的合作 通过武装的镇压 给解决 颜色革命 这才是所谓的心腹大患 才是香港和台湾 在北京来讲 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威胁 也是台湾的存在 当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 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 台湾问题的存在 其实就具有了 三重威胁的 对不起 不能说恐怖主义的威胁 但是它至少是具有 颜色革命和分裂主义 这种双重威胁 这种意义在里头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北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 其实是有急迫性的 就急迫性 它不会说因为 现在 这个天下 大统 定于一尊 然后台湾问题 没必要去着急处理了 可以缓一缓 或者一直吊着它 奔着它 只要有利于 加强这种 局势紧张 那么其实不急于解决它 很多人抱着这种幻想 包括国民党 很多人也抱着这个幻想 那么其实 从我刚才讲的这个角度 颜色革命实际上是 北京最担心的一个威胁来讲 和分裂主义同样 那么台湾实际上 是兼具这个三个威胁的两者 那么而且是剩下的 唯一的兼具两个威胁 兼具两种威胁 在这一上讲 那么解决台湾问题 实际上是具有迫切性的 是具有迫切性 这是政治上的一种迫切性 第二种迫切性 其实是从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的角度 其实是从国际的军事对抗的角度来理解的 我们知道比如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 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他面临着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前 他面临着最大的威胁 是ABCD ABCD的联盟 我们知道是英美和中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现在 他所面临的在 这个印太地区的 首要的 一个战略上的威胁 就是所谓的 PART 四方安全会谈机制 一个亚洲版的小北约的核心 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讲的 新版的ABCD 当然这是Quart 大家可以把他的这四个国家的 这个国名字头缩写 来重新列一下 那么是 这个AIJU 或者AI 或者AAJI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印度 大家不知道用它 到底是哪四个字目比较适合 大家可以随便的组合 不要紧 那么在面临这个新的一个 ABCD的一个 对抗的威胁背景之下 而且台湾问题越来越国际化 越来越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之下 各国都 这个亚洲的安全局势 各全国全世界的 包括联合的秩序 都在发生剧烈的改变之中 我们去年我还在讲 比如说联合国安领会的秩序 其实面临着根本的冲击 对不起不是去年 是今年初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我们说这个 中俄的联盟的基础 实际上不是中俄的 其他什么什么 不是地缘政治不是什么 而是中俄是 共享联合国安领会 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这才是中俄政治联盟的基础 所谓的侧应的可能性 所谓中国对俄罗斯 发动乌克兰战争 能够侧应的一个基础 联盟的基础 中俄联盟的基础 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想不明白 其实就是中俄 在联合国安领会里头 共享常任理事国席位 这才是中俄的联盟的基础 不是其他的地缘政治的 经济的 小集团的 新冷战的 其他的这些含义 这才是最关键 但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那么越来越多的国际的呼声 特别是中间地带国家 或者新兴的中间国家 不叫中间地带 中间国家 我们只能看到 大家看到过去半年 一年 土耳其 以色列 乌克兰 意陶宛 以及更多的类似的 中间国家的兴起 包括巴西 巴西的大选刚结束 我们看到 卢拉重新当选 左派总统重新当选 那么也提出了类似的 呼声 就改革联合国的呼声 大家都能看到 这些新兴的中间国家 他们在内部政治 在国际政治的 双重的压力和吸引之下 都在要求更多的 联合国的话语权 那么旧的二战的 亚塔秩序意义上的 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就成为最大的障碍 那么美国我们也看到 他们的表态 对此是开放的 那么德国 德国的外交 其实很积极 我们一直搞不明白 学书为什么要到中国访问 其实他上任已经一年了 对中国访问 其实是很迟到的 而且到中国访问 明天就是一个一天的访问 不过夜的访问 形式上 内容上 其实是一个 政治象征性 要比十字性要大的 我写评论说 对中国来讲 是救命稻草 救生圈式的一个访问 二十大之后的一种 国际承认的一个部分 在建了越南巴基斯坦之后 要建德国总理 这当然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象征性的访问 就像科尔1989年之后 首先到中国访问一样 对北京来讲 都是极其重要的 当时当然不仅是象征性的 那么这次其实 有中德经济合作上重要性 其实象征性也是 还是为主的 就像我们看到 比如说德国外长 巴布尔上周 还在中亚访问 但是就不来中国 德国总统斯戴买尔 昨天 对不起 今天还在京都 Priotl发表演讲 谈气候政治 然后好像傍晚就离开 日本到西欧去了 汉城去了 但是不来中国 我跟史丹曼也是老朋友了 但是这次不来中国 我也很失望 我当时在开玩笑 但是是老朋友也是真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就看到 中国的这种国际的环境 确实是可以跟 30年代第一次太平洋战争前的 日本相提并论 相提并论的重要的一方面 就换句话说 台湾问题的解决 实际上是无法避开 跟美国的对抗 就是我过去一直在谈的 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可能性 包括跟日本的对抗 那么这种对抗 是之前的 所谓解决台湾问题的 武装统一的版本里面 所没有的 就是所谓的方案里面 所没有的 本来可以在中美 缓和绥靖的一种情形下 达成一种某种交易的情形下 那么来解决台湾问题 或者说长期来讲 来化解这个问题 如果中美有真正的一种 和解 真正的一种合作的关系 那么台湾问题 其实就不存在 自然就化解掉了 但是当中美出现对抗的情况下 出现新冷战的情形之下 那么台湾问题 其实就不可避免的 要用武装统一的方式 但不可避免的武装统一 就不可避免的 要和美国和日本和周边的 所有这些 包括澳洲在内的印太地区 以及整个北约 整个民主世界要发生一种对抗性的关系 那么解决台湾问题 就是意味着要跟美国首当其冲的 要跟他要发生一个所谓的 介入和反介入的一个冲突 所谓的伟大斗争的最高的层面 那这种介入和反介入的冲突 当然是涉及到两种秩序之间的替代 甚至上是所谓的中国自下的和平 也就是北京的对台的统一纲领 白皮书里面所讲的 这个台湾海峡的永久和平 来取代美国自下的和平 也就是亚塔秩序 中美在老奖的中华民国和 罗斯福的亚塔所谈成的 对不起他没去过亚塔 但是至少是当时的三巨头 以及跟中华民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 所形成的战后的秩序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美国自下的台海的和平 那么这种两种秩序的这种 较量颠覆和反颠覆 那么当然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 根本性的问题和日本当年所面临的问题 是根本的是一样的 那这种情形之下 军事斗争其实不可避免 那么军事斗争这才是我想讲第二点 那军事斗争的情形 这个时候我们要回顾 军事斗争如何成为可能 假设中国还在 中国确实是积极的以美国为加强敌 来进行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设想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的一种 样式 那这个样式就要回到1935年的37年 日本的补充海军或者补充造舰计划 那么我们知道大河建其实就在37年 这个正式的这个完成这个定案 完成定案 著名的这些 他就为了跟美国的这种决战 而且是数战数决的一种决战的样式 在41年之前的5年到7年 实际上是把整个军备竞赛的规划完成了 那么剩下的时间就是他们日本作为进攻方 主动进攻方 他主动选择 主动选择战术上的时间 战争发起的时间 那么他是有这样一种突然性 在战略上战术上战役上都有他的突然性 但是从他的造舰计划来讲 从他违背华盛顿条约进行突破 华盛顿条约的造舰的限制 进行大规模的造舰的准备来讲 其实他没有突然性的 他没有突然性 他就是在这个35到37年的这个疯狂的军备竞赛之后 大批的新的军舰 实际上是38年39年下水 之后的三到五年间 发动的第一次太平洋战争 那么他是要求日本的 当时日本的海军的要求是要求在实力上面 在活力上面能够领先美国太平洋舰队五年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差不多 并不是领先的含义 其实技术上是相当的 在什么临时战机这些方面有领先性 但是美国的军事潜力太强了 无论是航母的建造还是新型战斗机的生产研制 我们知道成为在四三在四二年底的情形 就发生了变化 领先 他之前所想象的领先五年 实际上在战场上的优势只保持了半年 保持了半年 那么对北京来讲 对中国来讲 其实他的类似的想法 想法都是类似的 大批最过去五年所投入的海空军的建设的力量 陆军是谈不上跟美国对抗的 那么海空军的建设的力量 其实正好是赶上了 美国现在正准备退役的 八十年代下水的一批的驱逐舰 巡洋舰的军事实力 而美国新的舰队的新的舰支的建造计划 刚刚虽然已经通过过去两年的国防预算 国防安全法案虽然通过 但实际上等他们的下水装备还要两到三年时间 甚至更长时间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的造舰计划 潜艇计划是非常的庞大 非常庞大 包括潜水艇的建造 我记得好像上个月未来几年 他就就就有19条核潜艇的建造计划 相当的庞大 但是他确实真正要投入 要录录役 要要两到三年 所以三到五年 这时间是很长的 那这就是窗口期 这就是对北京来讲 北京来讲的窗口期 第二个窗口期是 中程导弹 美国退出中岛条约 那么才可能开始准备中岛 但是中国是没有加入到美苏当年的中岛条约当中 中国的在整个中岛的拥有的规模数量 打击能力来讲 覆盖从关岛到冲绳 到日本本土 这个所拥有的中岛的规模 这个优势是中国特有的 但是美国对这个退出中岛之后 才开始发展中岛 那么它能够形成中岛的部署 也是2023年之后 那这对北京来讲 也是一个所谓能够反介入的一个窗口期 那么换句话说 2023年明年其实是 从这点来讲 从双方军事准备程度来讲 军事优势对比来讲 其实明年是窗口期最危险的这一年 当然对北京来讲 所有的以前旧的作战规划 作战方案都是在第一岛链内进行 那么但是它的海空军的投入 实际上是让它有能力 进行第一岛链之外的 这种决战或者掩护 那么第一岛链之外 实际上是美军日本其他国家 就乐于见到的 也就是对东国来讲 这种外线作战的方式 那么这种外线作战的可能性越大 或者时间越长 其实对北京来讲 所谓解决台湾的军事上的可能性 它遭受失败的可能性 就是越大 北京现在所拥有的外线作战能力 航母是不堪其用 那么它的舰队 如果说在外线 在第一岛链之外 在台湾以东的西太平洋海域 从巴林达海峡往北 到公路海峡往南 甚至再往南北延伸 那么在西太平洋地区 这些海域 如果遭遇某一场遭遇战 及决战的样式的话 一旦失败 一旦失败 这种失败 而且失去了中程导弹的掩护 失去中导的掩护 那么实际上是一个 甲午海战式的一种政治上的效果 这是北京无法承受的 北京无法承受的 北京是无法承受军事上的失败的 那它只能是发起一个所谓的 珍珠港式的袭击的一种 先发制人的一种战争 但是它的危险性 其实是巨大的 北京到底是否有足够的冒险能力 发动一场第二场珍珠港式的袭击 比如用中岛来覆盖关岛 到冲绳 到纳尔坝等等 这些所有的美军的 在太平洋 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的军事基地 其实只能用通过珍珠港式的袭击来进行 但是这一旦这样子 其实就是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然是不动用核武器情况下的 条件下的 进行的一个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那么 它的后果 现在的冰棋推演 中国中美双方都是付出巨大的损失之后 达成一种 很难说谁输赢的一种平局状态 但是平局状态 并不意味着解决台湾问题 实际上对北京来讲 时间拖得越长 那么它甲午海战的这种失败的风险就越高 在这种情形之下 那么对台湾 而言 它的未来一年的危险是越是最大的 那么二四年二五年的危险性会稍微降低 所以在明年的情形之下 我们要看 我们来谈 台湾海峡的这种战争的风云 但是当我个人认为 即便北京在2023年 仍然是拥有这种军事上的实力 打一场 打赢一场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话 其实它并没有能力 把这场战争扩大和延长下去 换句话说 它也许能够有实力 打一场三天或者半个小时 就赢的一场战争 但是没有能力 换句话说 它有能力发动一场特别军事行动 但是没有能力真正的 面对亚洲的北约 形成一个可能持续一个月到半年 甚至到一年 就像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 现在局面所看到的 那么时间拖得越长 对北京是越不利 那这种时间拖得越长 实际上是跟现在的台湾 以及跨的四方 亚洲的北约 形成这种北约这种政治联盟 它的现在开始所进行的军事准备 和政治准备是有关的 就每一天的进程 包括二十大本身 它这个文件 所想让大家看到的 王毅所说 让大家看到 都是在加速 西台湾地区 加速整个太平洋地区 印太地区 中国以外国家的这样一种 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的 一种军事斗争的准备 一天一天的 其实都不利于中国 在二十大之后 发动一场所谓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场 第二次台湾战争 如果要读的话 那么台湾 那么这个暴照本身 在我看起来 是具有一些迷惑性在里头 那么北京虽然不谈 所谓战略机遇期 虽然不谈和平与发展 仍然是世界发展主题 这两个两大 过去三十年的 这个 中国威权主义统治的重大的主题 虽然已经不谈了 已经暗示着一个 伟大斗争时代的到来 虽然不谈了 但是其中还有很多迷惑性在里头 比如说坚持市场经济 吸引外资等等等等 这可能是 王毅 这个 这个这个 不谈外交语言了 而是 把党的文件 直接当做外交文件 抛给 相关的 抛给国际社会 这很重要的原因 他已经无法解释这个东西了 所以 外界 看这个二十大报告文件 有意义吗 其实没有意义的 那么 就像王毅告诉布林肯 不要从实力的角度 对不起 他不是告诉布林肯 他告诉美国驻华大使 不认识 那最近这一次见 第一次见 不要从实力角度来 来发展中美关系 那这个其实就讲的是很清楚的 讲的是很清楚的 那么 北京现在试图利用最后一点 意识形态 自我的意识形态上的迷惑性 来掩盖 他的战略上的战争上的 企图 我觉得这才是 我们要看到的台湾 以及整个西太平洋地区 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危险性 但是这个危险 在我看起来 当我们看清楚 它的危险性之后 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只有大家看不到 这个危险性之后 如果真的是被二十大报告 所迷惑的话 还相信脱钩没那么快 还相信确实不会那么快 我也认为不会那么快 还相信中国未来还要坚持市场经济 我也认为是坚持市场经济 但是可能是一种公私合营的 新的公私合营的混合 混改式的市场经济 一种统治经济 其实这种统治经济的 它不是计划经济 是一种统治经济形态的 一种指令经济形态下的 一种市场经济 大家如果是被这些 对这些东西看不清楚的话 那么这个危险性就很大 这个危险不危险 其实完全是在认识上 其实刚才您这一系列话题 有一些事情 我还想继续的向您请教 但是今天时间比较紧张 包括胡锦涛 周恩康 周本顺当初的这种提阻的一些讲话 实际上在胡锦涛的时期 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就已经 跟江泽民时候就不能比了 胡锦涛的时间比较紧张 有一个话题 对的 对的 虽然他们是他们今天的命运 被清洗的命运 被政治侮辱 羞辱的这个命运 是在他们当年已经定了下来了 这个胡锦涛的 没什么好让人同情的 他政治上 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我们说的 他是一个始作俑者 对 这一点是您今天点出来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有一个话题我们已经谈了无数次了 每一次谈的话我都有一种 就是说要土的感觉 就是说中国的这种非常粗暴的这种清零 这种明明违背了一般科学常识的这种封锁 这种核酸 我们始终是有一种不理解 但是因为我们美国也做的不大好 海外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也不像曾经那样 好像理切至断的提评中国 但是中国发生了一些事情 你还是会感觉到不可思议 像早几天的这个 富士康的那些工人 逃离的那种尽头 我反复看了 想了这个跟一场世界末日的感觉 一场战争灾难的感觉 好像没什么差别 那么一种景象 下一次张一毛或者是冯小泽拍电影的话 我看就直接用那些镜头就可以了 对吧 而且就是最近几天发生在这个甘肃的 这个三色的幼儿的这个救治的问题 今天甘肃倒是做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就是有时间线的这么一种说明 但是这些说明还是没有办法掩格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正如这个幼儿的父亲接受BBC访问的时候讲的 你不管怎么样 这个孩子的死亡是意外的 但是你整个的救治过程中间的 官僚主义耽误了这个救治 那个确实是反映了这个过多的防疫 原来说二十大之后会有所宽生 最近一段时间反映的情况变得更加的紧张 更加的不可理喻 这样的人真的要逼出更多的人命吗 要逼出更多的精神病吗 要让社会真的要走向时空吗 这个你能不能非常简短的评点击下 可以可以 那个其实富士康就是为过去三年的这个清零政策 做了一个最好的解释 就是why 为什么 富士康的崩溃 富士康实际上是一种崩溃 就好像最近 好像美国人民正在讨论中期选举到来之前 或中期选举到来 所意味着政治上的一种 现实当中一种内战的可能性 我们都看到是吧 这个这个极右翼的以及民主党人都在担 他们极右翼在喧嚣一种内战 公然在喧嚣一种内战 那么民主党人所有进步主义者都在担心一场 这种喧嚣会变成一种真实的内战 就好像上一次内战的发生 导火索本来也很简单 邦联军这个呸呸啪啪用大炮轰一阵子 是吧 我记得是在拿个宝 这我们说内战发生的某一个宝 也没有人伤亡 但是掀开了内战的序幕 美国政治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其实中国的政治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不是内战了 谈不上内战了 但是是我们说既要清零又要生产 又要这个酒不准 既要又要还要 就既要这个清零又要保持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还要这个不脱钩跟全球化 为苹果生产这个iPhone14 既要又要还要 违反这个门戴尔以来的三个选择 不可能同时满足的这种原则之下 我们就看到实际上在富士康就出现了这种系统的崩溃 我觉得所有这些逃难的工人 其实就是在这种无所适从之下 无所适从之下 在一个航空港 在台商 在蓝营 这个Foxcon的 这个郭台铭的 这个30万人的跟一个小城市 跟一个中的城市一样的 一个厂区发生了系统性的崩溃 那这个系统性崩溃 我觉得才是最有解释力的 他在解释过去三年 为什么要动态清零 就是从一开始就担心系统崩溃 从武汉开始 从金银潭医院开始 北京就担心中国会发生局部的 然后最后变成全体系的 全系统的系统性的崩溃 变成全国性的系统性的崩溃 这是北京一个地方 不惜切代价 要坚持所谓的动态清零 这个根本就没什么动态了 就是坚持绝对的清零 我觉得政治效忠 真的是大家都看到政治效忠 没有错 但这是防止系统崩溃 不惜切代价 防止系统崩溃 这才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为什么要谈 胡锦涛 钟永康集团 他本来 他本来就是一个集团 只不过先后被先后的清洗 谈他们的负面 这都是为了这个系统的崩溃 防止系统崩溃 走在前面 那么三年清零也是为了防止系统崩溃 防止局部的地方的小的崩溃 最后不断的崩溃 造成大面积的大范围的高强度的高频率的崩溃 然后最后引发全国性的雪崩 系统性的崩溃 其实过去三年北京 如果不作为动态清零 我客观的讲 那么苏联市的崩溃完全是有可能的 完全是有可能的 那么李克强某种意义上讲 完全有可能变成叶丽清的 当然要打引号了 他是站在防疫的坦克车上 比如说成为叶丽清 北京最害怕 最担心就是这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混乱 实际上是 所有这些崩溃的危险 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二十大之后已经清除了叶丽清 清除了身边的赫鲁晓夫 戈尔帕晓夫 叶丽清之后 其实各地方 尤其是没有在二十大期间被提拔上去的 在南方相对较好的 而且财政也支撑不下去的地方 那么就开始放松 开始了一种分化 开始分化 开始多元化 有些地方现在就不需要那么严格的查核酸了 不需要那么严格的怎么样怎么样了 那么 这是一个二十大之后 我们说这个垃圾时间继续的延续的一个结果 那么 懈怠躺平 其实就很自然的 政治上的效忠已经不重要了 系统上似乎也稳定下来了 不用再担心 崩溃 局部崩溃 地方官员首途有责 他们已经不再扮演首途有责的这种地方崩溃 导致全国崩溃的这种责任意义了 那么这个大叛徒 大公贼 叛徒公贼 刘少奇当年被强加三纪罪名是什么 叛徒公贼 叛徒内奸公贼 叛徒内奸公贼 这个党内的所有的叛徒内奸公贼 都已经被抓起来了 或者说已经这个被清理了 当然没有真正了 我们就开玩笑了 我们实际上是开玩笑了 这种情形之下对地方来讲 实际上他们他的责任 已经被卸掉了 党最高层完成了清洗之后 其实对地方来讲 既不需要表演效忠 又不需要来证明 他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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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赫鲁晓夫 各巴贾夫叶的亲的关系 等等等等 所以所以三三个药 既药又药还药 对地方很多官员来讲 已经变成三不要了 这种情形之下 其实这个动态清零 其实自然也处在一种 自然的消解当中 好的 非常感谢吴强博士 真正又回来了 而且给我们了这么多的动见 那么这个您刚才说 以后是不是进入了垃圾的时代 少做一点节目 我相信我想答应 我们的观众也是很难答应的 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就是能够见到 一位有私密力 有政治学的这个素养背景的学者 而且是来自于北京 比我们这些在海外 主观的 想当然的 这种观察 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 本质性的不同 所以那就是 我们的很多的网友 还是能够期待 我们的吴强博士 每个星期 能够继续地跟我们讲授 他的这个动作 他在北京的这个观察 当然吴博士刚才讲的这番话 使我们的一些网友 感觉到还是有一点 不管是沮丧 还是悲伤 还是绝望 吴博士是学者 学者是 见解越深刻越好 我是媒体人 见解越浅薄也好 但是媒体人和学者 有一个差别就是 媒体人就是 这个学者是 不管你们的情绪 他只讲他自己的观察 而媒体有一个使征的命运 一个职业 就是要告诉大家 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有希望的 吴强博士非常感谢你 那么我们下个星期 期待到再向您这个请教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您还有什么疑问 需要请教吴强博士的 请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 只要你是比较善意的 比较体内的提问题 或者质疑 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只是社交媒体 现在出现太多的 这种无厘头的伤害和攻击 这是我们不喜欢的 我们喜欢的是 对人的一种基本的尊重 那么难得有 吴强博士这样 为在北京还能够坚持 发出一些声音出来 真的是大家要珍惜 这也是正式英子 你看我很少跟吴强博士 去追问很多问题下去 因为我知道 我是不太知道 分寸在哪个地方 而吴强博士呢 知道分寸边界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应该 争取这么一个访问 非常感谢吴强博士 感谢我们的观众 感谢我们的导播 下个星期见 好吧 下星期见 但是我们以后只能是 这个其实也事实上 我们说到我们谈 垃圾时代的时候实际上 国内政治已经没什么可谈了 我们刚谈的 开头半小时 甚至讲的意思 其实都在讲国内政治 其实未来 评点评论的意义不大了 已经进入到一个 不会什么变化的一个时代了 那么我们未来如果还要 继续做这个节目的话 我们就多关心国际大事 好 我非常同意这个吴强博士的这种提议 我们未来是一部分谈一谈国际中国的事情 如果中国的事情没什么新的变化 我们就关心了国际上的大事情 事实上我本人也是一个从关心中国开始 慢慢这些几年关心了更多的是国际事情 所以无论是南美中东 欧洲甚至北欧西欧东欧 我们都关心 也关心亚洲中南亚这些地方的变化 因为通过关心国际事实 其实你更回复它来 对到中国的一些事情 实际上何都何少 都有一些影子是陈列在一起的 非常感谢吴强博士 感谢我们的观众 感谢导播 下个星期见 好 感谢和平 感谢各位观众 争取下周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